字幕志愿者 李沃源大师 1957年生于福建省金门县 现任台湾港澳台美术协会主席 两岸和平文化艺术联盟创会理事长 金马台蓬两岸交流协会理事长 台北市三次画会理事长 珠海市政协书画院特聘副院长 北京人文大学艺术学院特座教授 厦门市政协书画市 台湾副会主席 如果是在北派的山水 像福星仪他们在画的时候 比比中锋 所有线条的勾勒 线条的挺拔 都是在中锋的笔触下面 表现出来一个效果 那还有它很代表现的一个地位 但是我们看介质原画谱里面它也强调 很多时候也强调是用中锋 但是这个中锋的这个问题啊 我一直在思考 因为最早我学画的过程 我是先油画而讲 全水原材先油画而讲 那时候我们在素描在光影的探讨上面 在面的探讨上面 这一块就有很好的一个基础 我们要改进学校的教育 后来我就一直在想一想 然后演变成现在 我用你在画面上表现一个 比较载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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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排饼甚至我把排饼两支三支把它捆绑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我如果要画树里面 要画叶子树虫 其实这时候如果只是用线条来表现的话 它的表现性是不足的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希望今天在笔墨这个表现的方式 尤其是笔的表现的方式 给大家一个参考 那么我想了半天 今天画什么比较好的 今天还是画梯田 因为梯田 用五管笔用大管笔 它表现可以立竿见影 一下子在放山 没有趋位性 我们很轻松的来探讨这个地方 我觉得说艺术它可爱在意 它就是没有答案 你用你一辈子去找答案 你找的答案也不一定是答案 可是你一辈子把它很开心 我觉得跟同学分享就是 用这样的心情来探讨 比较好 那自己画得好 自己画得不好 我们一直在做 我觉得那是别人去评论 你就不用太去在意 但是这个方法很重要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用六瓶子 这么大的一个纸 那如何在大概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把它完成 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 所以等一下我的方法 可能不一定是传统的方法 但是我们环绕地替一天这个主题 来表现怎么样会更好 我们一起来研究画法 如果它的肉 part 它们在表现的时候 我会把这种东西放 水布其实不是不轻易的 不轻易的 不轻易的 漑字 就拍照 这是原理 劳今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样的点处就对有什么样的颜色 这个你都应该知道 你看我现在是把三支八管笔 就是二十四支的笔放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是要一个面 要一个面的话 我要把天空的感觉 有点早上朝霞 早上那个感觉的话 那么我就 我这时候用中风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不用做调味做什么 这个调味是西花的观点 一个面 还有颜色层次的一张 其实这里面也涵盖水彩的一个技法 因为我先把它喷水 喷水就是把它螺化 这样其实这是水彩的概念 我常常跟我现在分享就是说 我们的话要把它发扬光大 最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把很多不同的画种把它融合进来 这样我们这个画就可以涵盖面更广 好 你看 我们这时候是要一个面的一张 好 你看 我们这时候是要一个面的一张 好 其实要一个面的一张 就是我平常如果在画的时候我正会立着画 好 你看 我现在用这个笔是吧 两次一碗笔把它搅在一起 好 你看 我现在用这个笔是吧 很容易 太多了 你不管不碍 太多了 很期待 如果没有什么笔就是好 就算是要一个笔 我יפes 太多了 是什么笔 你怕是哪有笔 我现在用这个笔 你怕是哪有笔 没有什么笔 那个笔 你怕是哪有笔 你怕是哪有笔 但我还是一直在保留一个东西 中国话 它每一笔的这个趣味性 你把它保留一下 我可以一次把它泡完 然后我就第二次去修改 你看这个笔带的时候比较像一个小特 我们把笔带的笔带的笔带 我们把笔带的笔带的笔带 笔带的笔带的笔带 你现在想想看 你必须在画这个树丛 你画树丛的话 你最重要后来要把握的是整体外面的一个造型 所以这个造型的感觉 你的里面都要很高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这个笔带 等于是把你的速度增加了五倍 然后一定要有变化 不要拿太多宠物性的笔带 它有趣味性的笔带 我们看到它喷丝 在它旁边有干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懒 它跟水分融合 它会更有趣味 没有趣味 没有趣味 然后开门 我们 一些的画家 留下的一些非常好的方法 还是要把 保留下的 你们说的 你们说的 应对 我最近 不好意思在强调 气人声道 气人声道 就是 就是 精彩是在 昨天 在 有些分享 我说 好吧 最精彩反而是 好像是 也不一定是 因为 一直在找 可是 他们就回想 整个的有趣味性 好好精彩 在这里 所以 你的笔带 你的线条 就是说 不要太一定是什么 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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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些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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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我就知道这支笔大概是什么样的额线 然后我要怎样化会成这样的效果 好,我最近还在额线的时候 我会把颜色跟末色融合进去 我会把末色跟颜色融合进来 我们以前说的方法就会把末色跟颜色分开 我现在把它融合在一起 好,你看,我现在使用了,我的面积非常的广 我这个面积可以用到八管的一个面积 那我画台上,我要找各种不同的趣味性的一个变化 我现在的面积要加大 所以我用这个笔是宽的 我现在把这个面积要把它加大 所以我用这个笔是宽的 但是,其实所有的还是一样的 所有里面这些基本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我只是把它的 就是说,你在画画那个机型 你可以把它保留下来,你懂我意思吧 比如说你现在用十次二十次的笔法 才可以把这个影表现出来 可是我可能只有一笔两笔 我就要表现出来 可是这个时候,你在表现的时候呢 敏锐度要很强 如果敏锐度不强的话 这个刷子的意义就不大 乖剧 不,不, 不 不,ras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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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